詞綻劫瑄、靖二強 各位委員 各位童心 各位童志 剛才我們的基本教練 算完成了 很輕鬆的就完成了 黑熊 我已經講過 我要再度的強調 我們不是派女去打仗 也沒有派女說去做什麼壞人之類的 沒有 只不過是 當我們接掌政權的時候 美國要求我們要無縫接軌 而且希望能夠和平接軌 以和平的方式 以民主的方式 來完成台灣這個政權的改變 也許有很多人到今天為止還搞不清楚 也許還有很多人看不懂 最近整個國際局勢的轉變 例如 我很簡單的說明 美國在上個禮拜已經正式發表 重返菲律賓 在1972年的時候 美國的部隊從菲律賓的基地 大部分撤退 在上個禮拜 歐巴馬訪問菲律賓之前 他已經正式公告 返回菲律賓 那個返回菲律賓 事實上也是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的其中的一環 美國歐巴馬去訪問了日本 然後訪問了韓國 然後訪問了大馬來西亞 最後訪問了菲律賓 你可以看看 美國歐巴馬訪問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跟菲律賓的是什麼原因 如果從地圖上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這是對於中國的一種包圍 雖然表面上歐巴馬講很多次 一公我不是針對的中國 其實當政治人物講說 不是針對某某事情的時候 他就是針對什麼事情 中國自己也心知肚明 他也知道美國把中國看成最大的敵人 也是最後的敵人 那當然我們台灣民政府看到的是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地位的正常化 台灣為什麼對於政凶化 台灣到底是什麼人的 因為過去68年69年的時候 台灣人都在中國人的教育之下 有很大的錯誤的觀念 甚至於有的人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實際上我們並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只不過是我們的隔壁而已 只不過是我們的鄰居 當然我們跟鄰居的相處 大家以理相待 可是以理相待 並不表示說中國可以把台灣併吞 或者中國可以把台灣當成對手 台灣很小 大家都知道 台灣雖然小 可是台灣的潛在能力非常的強大 我們也必須講 台灣還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被美國打敗了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投降以後 中華民國代替美軍到台灣實施占領 其實美國本來是不願意讓中華民國代替他來占領 但是那個時候有開羅宣言的這個約束在 後來因為中國自己本身違反了開羅宣言的承諾 開羅宣言的什麼承諾 蔣介石當時在1943年的時候 曾經答應英國跟美國的領導 他說如果能夠把台灣還給中華民國的時候 他們願意遵守國際法不會侵略其他的國家 這是在1943年12月的事情 在那個時候 因為日本天皇對台灣還沒有實施民治憲法 那個時候只有1937年4月1號的華民化 讓台灣人開始改姓名 讓台灣人開始依照日本本土裡面的一些松樓籍貫來作息 讓日本天皇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他在1945年4月1號正式宣告明治憲法 在台灣全面實施給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政權 雖然四個半月以後8月15號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但是這並沒有妨礙日本天皇將台灣依照萬國公法的規定 把台灣變成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讓台灣人民變成日本天皇的皇民 這些都是日本天皇替台灣人民所做的一些美德 我們講美德是因為後來避免了台灣被共產黨所吞沒 也避免了台灣被中國所侵佔 大家知道歐巴馬跟胡錦濤見過面以後 胡錦濤跟歐巴馬的中美共同宣言裡面 聯合公告裡面是頭一次再也沒有講台灣是中國神聖的一部分 改用核心利益來當作公報的內容 到最近習近平跟歐巴馬又見了面 他仍然維持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從來也不再講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事實上中國自己非常的清楚 如果他在用民族主義 這個族是那個族權的族 不是民族的族是族權的族 如果他繼續用民族主義的話 他肯定會激起中國人民對於台灣歸納給日本天皇的事情 會產生民族感情而有所暴動 所以他現在已經開始改變了 從歷史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開始希望與跟台灣互相能夠往來 而且互相友善的這種表達 我們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中國已經沒有將台灣 動作是他的一塊土地 沒有再想將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會看到幾個局勢在發展 美國自將兩千空六年 十個二世 我們空到美國以後 五個結論以後 美國已經開始在改變 美國要回到台灣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中國民族如果有部隊 這個部隊什麼人也不敢說 這個部隊是不是會出事 所以你看看中國民族部隊 一步一步在撤退 和上海共的海軍陸戰隊 就已經開始廢除 所以你看得出來 軍隊裡面的國會鐵甲 軍隊裡面所有的事情 都是按照美國的這個進度在改變 我說一個阿帕吉在生機就好 阿帕吉在生機高驚的時候 大家都看得到 那十年高驚阿帕吉飛機上面的logo 要還有中華民族的logo 很清楚的 他選他很難問 他使用五天醫藥搬下去 在農潭搬下去 搬到醫藥有最初出來的方法 但那個相片 中華民族的logo已經刷掉了 甚至 他的808那個火罵 也變成它刷掉 像這樣看 會出來好像是808 但是不清楚 那十年高驚阿帕吉的時候 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 中華民國到今天要去欺騙 到今天要讓台灣人知道 他要撤離台灣 但是我可以給各位說 他一定會離開台灣 你看看 現在大家的孩子都死很少 學校都在減班 獨特 台灣的美國學校 尤其是台北的美國學校 高雄的校長 和我們的同心 是朋友 我們就問 他說 我們要迎接 在年底 美軍的眷屬 到台灣以後 他們所攜帶的小孩子 要在美國學校 就學 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看得出來 都在發聲 但我們台灣人 外面這些台灣人 還是搞不清楚 要跟你欺騙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說 你看 我們這個軍訓 各位 我們不是做假的 我們是做真的 我們的軍訓 這也做真的 我們完全按照美方的指示 一步一步來做 大家會說 希望美國和今天都不會發表 當然也不能發表 你要不準備好 發表什麼 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但是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們四千的 現在才有三千的 已經完成了 百分之七十五 要剩四分之 還不完成 下一次的 黑熊電灶的時候 就是要發表各位做好 做好你不用買 由台灣民政府供應制服 給各位 但是我們的做好 就是我們的禮好 就是你現在說 穿的這次 黑色的的市場 普通時一樣 一定要改靈靈靈靈靈靈 是要改靈靈靈靈 是要改靈靈靈靈 就是比較白色的 你如果打靈靈 外表看起來 和你不用改靈靈靈靈 是完全不會一樣 我們有宜蘭州的一些動心 都是做宜蘭 很感心的 我有一次我去宜蘭 我去跟他們拜 他們的地產在做工作 人家做到月報四五點 等他們到後 馬上去洗身工 然後換洗衣服 請洗衣服 去宜蘭州的辦公室值班 我問 你怎麼會那麼辛苦 為什麼還要去換洗衣服 他說你都不知道 我自從請洗衣服 已經不起來了 我這四人 只有我結婚的時候做一支洗衣服 這樣就不會請了 現在開始是台灣民進府 我這支洗衣服再做 每天都請 自從他請洗衣服 他覺得他周邊的人對他的工工對他的看法 就完全不一樣 各位 人要衣裝 這是比較有意思 但是你只要衣裝 你自己的行為如果沒有注意 也是一塌糊塗 可不可以說 你穿洗衣服 穿皮 頭髮也穿得很漂亮 吃分兩皮 你看看 怎麼會看呢 不會看呢 穿洗衣服 跟我們標誌 你吃分 怎麼會看呢 這都不能做的工作 你要吃分可以 你要在抽菸的地方 現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公共場所 你不能吃分 但是一定會把你規定一個吃分的地方 你就要去那裡吃分 我要說這就是 我們的行為 我們自己要負責 你在參加這個黑商的電招 你一定要很清楚 臺灣民政府整個公務人員的行程的資格 就是初級班 然後上高級班 國級班以後 有一段時間 不馬上給你電招 一定是最少要有兩國的 讓你去衣服 衣服什麼 你是不是願意來做 臺灣民政府的政府的官員 如果願意來做政府的官員 你就回來參加法理電招 法理的電招 法理電招 意外 有一個職務電招 有誤政的政府給你選 有勤修 但是要抗議 稍等四點的時候 我們有勤修抗議 給你有政治局跟事務局的電招 政治局跟事務局 什麼叫政治局跟事務局 我們在我們的網路上面你看得到 那個裡面就是內閣的 內閣在中央叫做省 在酒叫做聽 在郡叫做局 有省聽跟局 滾手是一個地方的首長 特別說滾手是不利有管理的 有金屬管也有財政權 就跟現在的小縣長一樣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參加勤修抗議 如果開到最初 你要抗幾次都沒關係 但是不簡單 政治局事務局就是要做內閣 在中央也可以在中央裡面 那州也在郡也可以 郡守 他們本身是我們全台灣最多 也不是叫做家 最多多的政府官員 你要記住 你要記住 為併設 對我們台灣民政務的主張 跟我們台灣民政務的主軸 特別要向各位提出 我們台灣民政務的政府官員裡面 薪水是最高的 但是這個最高呢 責任也是最重的 因為你們所指揮的 是帶有武力 帶有武裝的一群人 警察 國安局 海巡 所以各位 對你們的行為準則 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自己本身 所以黑巡如果 違反規定的處分 會比其他人更重 這點也要給各位了解 你不能繼續說 菌手或酒精 這是做官 錯了 其實黑熊部隊裡面的成員 才是真正正正 整個台灣的維安 整個台灣的穩定的力量 所以我個人是對於黑熊部隊 是非常的注意和尊重 我們除了黑熊部隊以外 還是黑熊部隊 所以黑熊部隊 我們可以說 在體制上 沒有受菌 菌手的影響 或者菌手的管轄 也沒有受州長的管轄 而是直接屬於中央 屬於美國軍事政府的領導下面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也是再一次 和我們各位強調 就是說 今天我們要參加黑熊的點招 我們已經完成這個點招了 下一次的點招 你要記住 黑熊部隊 點招的時候 不准請假 你只要有一次請假 我們就把你拿掉 但我們也不會 可以挑戰 你沒辦法來點招 我們會讓你有選擇 禮拜六或者是禮拜天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注意 我們在座 你不要電腦 請你走 不會電腦的 你老老實實比較好 老實的好手放下來 你不會電腦的 我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我們開始 為了這些不會電腦的同志 開設了電腦班 三天兩夜 黑熊部隊 你如果不會電腦 你就留下來繼續學 學到你懂 你自己準備 筆記型電腦 跟你的智慧型手機 5月12號開始受訓 你這個可以直接 黑熊可以直接找 我們中央辦公廳的 林意志林主黨報名 其他人報名的時候 要排隊 現在已經報到第三季鐵組了 黑熊我願意讓你們提前 如果你們 像林主黨報名 你說你是黑熊的話 我們馬上安排你先上課 因為 黑熊對於 資訊的知道和清楚都非常要緊 你不能說你做黑熊 你什麼不知道 你電腦不會用 你的手機不會打簡訊 這個都不行 所以我現在跟各位說 你如果沒有電腦 你自己趕快 跟中央辦公廳的林主黨報名 來接受訓練 這個訓練是 要學到黑熊為止 學到黑熊 還要留在這裡 不能回去 你要學到黑熊再讓你回去 也許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嚴格 沒有辦法 電腦如果有的 這個姿勢 就在你的頭部裡面 這些頭部裡面 就是都變成你的 什麼人也奪不走 所以你要記住 過去你沒有這麼便當 你想說我年紀這麼大 我無情不用學了 不好意思 你既然是黑熊 而且你要當官員 你一定要學 你不能說 中央幫你通知的時候 用E-mail給你 你如果沒有E-mail 我們在三天兩夜 我們的電腦老師 會幫你設一個 你的電腦的帳號 幫你教說 要怎麼看 是不是幫你教說 要怎麼跟人聯絡 幫你教說 怎麼樣可以上FB 這叫臉書 這都非常的要緊 因為過去他們說 我沒有注意這一塊 但是最近我發現說 看 這麼一個人沒回來的電腦 原來是不要電腦 原來是不要看手機 所以我們中央下定局限 要很辛苦 要不要幫你教 要幫你教 各位 年紀大不是問題 我們這四千名 會 這叫做台灣民進委四千名 這四千名 可以做到你不在做為止 說比較難聽 做到你試為止 但是 我們這項以後 一樣的規定六十五歲 那時候就要退休 唯獨這四千名革命先行者 沒有退休年齡的限制 所以我們各位 你要去學電腦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年紀這麼大 我有就沒效 不會沒效 你要當官員 你要學 因為我今天 我今天知道 驚人 有這條做 滾手的口齊 所以我特別 提早十幾分鐘 來學校 讓要準備口齊的人去託席 沒有要準備口齊的人 可以回去 我是給你建議 你也最好 能夠參加 駿手考試 試試看 看你自己對這個法例 多多少 對不對 你們說 你們都知道 看你知道多少 而且如果口齊以後 別人不能問你的分數 只有你自己 本人 可以問你的分數 對於你的分數 我們都會保密 你不用怕你 抱歉 扣多少都沒關係 慢慢進步 扣到你條為止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麻煩把椅子 向前靠攏就好了 把椅子向前靠攏 有人要去高鐵 有人要坐車 謝謝大家